女儿 你终于想通了 妈妈和弟弟都替你高兴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那事情安排好了我都回去 以后你嫁给他了 我就放心了 他们家不是做生意的吗 有机会的话 你让他以后好好关照你弟弟 妈 这是最后一次了 好吗 什么最后一次 结婚只有一次啊 我是说 弟弟的事情我不想管 我累了 他跟你说过多少次 累了就休息嘛 妈知道这些年来也多亏了你的帮忙 一家人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 有一天我不在了 这世界上也只剩下你弟弟 才是你唯一的亲人 妈知道你并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你现在什么也别想 好好的去准备当你的新娘哈